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是女子四人战 这个前两场比赛的话 这个荷兰选手轻松获胜 在一分钟的话就开入对手 所以体力保存得非常好 因为他相对的年纪要轻一点 再加上前面的比赛呢 他是兵部学任很快就战胜了对方 而我们中国选手呢 在前面还是经了三回合的较量之后 才取得了胜利 所以这场比赛呢应该说非常有看点 建民是现任的世界泰拳冠军 综合实力非常强悍 所以中国选手实际上面对很大的压力和挑战 我们现在中方选手啊 我们看到这个策略的采用 还是非常得当的 就是频频的做一些小节奏的变化 连续的策畔 但是这个动作幅度有些大 下面的体能呢 能不能够维系呢 我们确实还要静观其变 我理解的话 现在 这荷达选手还在态势上占有优势 他更加积极主动 这个恶美联更多的取代防守状态中 猪猛选手啊 他躲闪的时候呢 给施秧的采用一些 勾踢侧踢的这种赞术 这样会对对对方的工作 有些有所干扰 好 场上出现一些状况 我觉得对方的进攻非常凶狠 对我觉得可以用恶踩腿去阻止他 控制距离 然后 对方啊 这个既定的战术非常明确 就是争取呢 先生夺人 对方的这个进攻 他真的是非常凶悍 特别是拳法非常有力 也很准确 防守的肩架要更有一些威胁性 否则的话呢 单纯防守 是防护胜防的 加上低腿的干扰 后手将跟上 肚子幅度太大了 危险 要检守这种大普度的这个拳法 好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了 前面一回合比赛是进入白热化 一如既往啊 我们看到 同方选手啊 现在还是采取了这种连续的猛攻 这个压力也确实非常强大 注意头部往后 红防选手啊 我看到全的命中率啊 确实是令我们非常惊讶 非常的精确 几乎很少落空 这么远的距离打得这么准 实际上是 还是职业素养肥大高 这就是在移动中啊 对抗条件下 更好在这种战机的捕捉 我们看到 作为红防选手啊 这个体能啊 确实就像小牛犊子一样啊 绕紧牙关 尖诈控制 还要对对方造成一定的威胁 移动完了后手要跟上 南方荷兰选手的这个进攻 好像一直保持刚开始那种威力 对势头不减啊 对势头不减 对对这个中方选手压力 应该是比较大的 而且这个低腿啊 确实他也是非常的有经验 对因为只能专注于防守 所以也没有反击的能力了 这样抬腿啊 相对说已经比较消极了 对 漂亮 闪的非常好 这个角度变化呢 应该说还可以争取到一些主动 及时打反击 如果 如果中国现在能打出一些有效的反击 也可能会制约对方进攻 机会还是有的 单纯的防守会实际上会更加的陷入被动 关键是在这个退后的过程中啊 能不能及时的用角度的变化 对 进行一些有效的反击 这个步子如果上不去的话呢 这个效果就会减半 坤 小 团桥 肩甲 肩甲 这里是有 wordt海事和昆尚他没 这个共同打造的大型格斗赛事 可能结 这里是哈尔宾站的比赛现场 我们中方选手 相对的说还处于被动的时间 要更长一些 在下面这个会合的比赛中 非常关键 我们看到 实际上对我们中方选手 提一些什么好的建议呢 我觉得可能要打出自己的特点 然后必要是 能够要做一些有效的反击 来控制对方的进攻 因为防守是改变不了局面 从我看来的话 前两局应该说 都是这个 荷兰选手获胜 这样必须用更积极的方式 才能扭短下局 对 后手权非常有效 我觉得第三局 好像中方选手打得比前两局 要稍微好一点 看能 看是否能顶住对方 对方节奏啊 确实是明显的高于我们中方选手一倍左右 而且对方完全没有后退 意味着就往前向坦克一向往前压 但是他这个躲闪呢 尤其你反击的时候呢 那个说那个躲闪 应该说还是非常的有经验 所以说你想要在反击中有效的遏制对方 确实有相当的难度 这种残棒啊 对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 应该尽量的避免 这个时候就学会省力啊 用身体打 应该是恶美爹已经鼻子流血了 所以 一方面的肩下要有一定的力度 有威胁性 但另一方面身体要打得相对放松一点 否则的话呢 你没有这个发力效果呀 对对方的热志是非常有限的 对方在残暴的时候吸的进攻 其实也同样很有危险 因为对方也打泰拳之后 这个不怕进攻的 但这个不是FMA 所以要站起来重新打 时间不多 还有10秒 还有10秒 8秒 再坚持 6秒 4秒 我们看到时间到了 天气下来就本身就非常的不容易 不然名不许全 世界冠军确实实力是非凡 刚才FMA无论是力量 速度 节奏 实在是让人无话可说 本场比赛精彩 文财定 结果如下 1号裁判 30比28 2号裁判 30比27 3号裁判 30比28 比赛结果 六号裁判 8号裁判 红包尖